于政作为知名大编剧制造爆款无数捧红的艺人也数不胜数 虽然在《沿袭攻略》之后于政推出的古装剧都没有掀起现象级别的热度 但是于政手里的资源却上很多圈内演员眼红的好柄 所以上时宣布开拍时就好多人开始期待了 希望《沿袭攻略》里魏英洛和傅恒志的艺难评CP能在上时里有个大圆满 上时于2月22日上线截至23日 上时已经上线30天 热度却不比最新上线的古装剧与君初相识 当时有个传闻 这部剧原本想讲个明朝女官职场生殖剂的女性励志故事 但投资商提议让复英圆梦 于是制片人就请编剧把女主的身份叠加到明宣宗的孙皇后身上 安排上了皇帝锦衣卫和女厨子的一段三角恋 历史上的孙皇后是宣德皇帝的第二位皇后 大明风华李汤维演的也是她 宣宗生前孙皇后风平不佳 诸位貌美霍君的宠妃 引诱宣宗把压根没犯过什么错的郑公娘娘胡适废了 改立她为皇后 但宣宗死后 算是以太后的身份 两次挽救明朝国运与危难 品业王护北京 旧王社稷参与夺门赴政统 最令人佩服的是她能决定政治却没有干涉政治 是一位很有胸襟韬略的奇女子 按说徐凯和吴景颜二搭 国欧加美食加爱情这一首好牌 就算成不了爆款也会挺上头的 无论是大明朝这段历史还是孙皇后 历经六朝的传奇一生都充满了戏剧性 编剧有充分的发挥空间 所以谁也没料到上时能烂到如此 已经播到四分之三 豆瓣还不敢开分 每周剧集上新 就有观众跑到于正微博下 喊她出来挨打 当时上时杀青之后 三番两次被传上新湖南卫视 可惜最后上映的却是完美伴侣 无奈之下上时选择在芒果TV网播 无缘上新 可能是沿袭攻略的成功 导致于正认为 只要把福道化做好 再营销一下历史情怀和民族瑰宝 这部剧就成功了大半 剧情逻辑什么的随便做做 就会信一大群网友买单 不禁 咱们回看《延禧攻略》之后 于正推出的几部剧 李歌行和《延禧攻略》一样 都是讲自秀的 因虐猫事件出圈的 当家主母说的是骚思 烂尾的玉楼春说的是昆曲 而上时打的 噱头是名传佳肴 无比精致的刺秀服饰 和贵重考究的首饰 可唯独这剧情态随意 没逻辑还不连贯 编剧想让它往哪发展 它就往哪发展 让人不放弃智商很难看下去 再深情的易男平C批粉 也被送走了 上时这剧情 可以一眼望到头 男主角是高高在上的黄太孙 女主角是上时局的小厨子 二人地位悬殊 女主通过自身能力 打怪升级 冲破宫斗迷雾 最终成为太孙妃 与男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是典型的余政大女主套路 上时女主摇紫金 与延禧攻略女主 魏英诺的成长历程相比 只是换汤不换药 区别主要在于 《严洗攻略》里 徐凯饰演的复查复横式配角 而她在上时里成了主角 可以原C批粉一个梦 而上时的情节 并没有吸收到 《严洗攻略》的精华 反而在复制十年前的套路 例如 女主角初进皇宫 上次询问 何谓影传之道 相当于现代HR问应聘者 为什么要从事这份工作 在众人展示口才之后 女主答 若我不入宫 我爹就要逼我嫁人了 上次觉得她态度不庄重 要逐她出宫 结果大领头突然出现 说宴会缺人手 让所有人都留下了 这是2020年代于正剧的 惯用情节 用夸张不合理的桥段 凸显主角的特别 再来一根金手指 让主角奇迹般地度过危机 可以被简单地总结为 讲制 类似情节不胜美举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连近江言情小说 都不屑填入的情节 于正剧还在拍 而且历史上的朱高智 虽然在位短短10个月 不受朱蒂的喜欢 但是也是治国理政的高手 口碑和政绩都是不错的 但是这部剧显得过于臃肿 过于简单 妥妥的工具人人设 主要作用就是让女主 从最低等的实习生 一路升迁至太子平 果然每两集就被迫下线 还有女主在太子妃的 用心良苦下要入宫 不直接选择太子平 却选择隐姓埋名进入上时局 对太孙的感情又时而前进 时而后退 在有些地方 女主在表演时的细微表情 也颇为奇怪 不吹不黑 就凭女主的智商 在别的宫廷剧里 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可上时的编剧 赋予了她有一种 未卜先知的迷之自信 什么闲事都管 反正吧 整部剧也没有什么连贯的剧情 全靠着她这作死惹事的节奏 持续推动着 拖拖拉拉了三十集 最后是正牌男主明轩宗朱战基 历史记载中 明轩宗是个文采武略兼备的中心之君 上时里朱战基没干啥正事 主要任务就是 不停地与一位素未谋面的宫女 隔空搞暧昧 话重点按素未谋面 也就是说 她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个 年轻貌美的小宫女 还是一个面容枯搞的老嬷嬷 见到女主后 更是秒变恋爱恼 智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被拿捏得死死的 自从认识她 就想把自己发气废除了 剧情里说 姚子晶原本是朱定选弟的孙媳妇 从小就按照朱战基的喜好培养 琴棋书画做饭斗曲曲 力求各方面都展在朱战基的审美点上 但朱战基结婚前 爷爷朱弟信了祥瑞之说 突然改主意 让朱战基另取了胡适 姚子晶这边鸡飞蛋打 于是一心入宫要看看 取代他的人到底有多好 入宫之后的姚子晶 并没急着去看胡适 而是满宫追着讨好朱战基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女主吴景岩设计摔倒在男主面前 男主却觉得她好特别 好不一样 在黄太孙赦免吴景岩的那一刻 我看到了她的心机 一切的偶然都是有所预谋 之后女主又顺利拿到 给黄太孙送饭的剧本 说好不能东张乱看 咱们的女主就是不遵守 不仅乱看 还要直勾勾地看着黄太孙 被黄太孙跟班怒斥 只会咧着大白牙笑 更是擅自更改黄太孙菜谱 没想到黄太孙就是喜欢她做的 咱就想问上时局的手艺这么差 自此以后 吴景岩进入黄太孙府邸 犹如无人之地 在黄太孙的画上天上两笔 偷偷看黄太孙入睡 咱也不懂 黄太孙的心咋就这么大 不怕这是老摸摸也就算了 也不怕是戏做麻 还任由她在里面 东翻翻西丑丑 在她面前装睡玩艾美 这哥别的宫廷剧里 遭上了一张红的举动 在大明朝根本不算事 可等朱战基发现 有这么一个田楼姑娘 想提携到身边 名正言顺给个身份 姚子惊又不乐意了 理由是我心愿你 可我不想给你当奴婢 后来朱战基的妈妈张皇后发现 这个自小被培养为儿媳妇的女孩 居然在宫里当厨子 直接要给她仅次于太子妃的各品位 姚子惊还是拒绝 这次的理由是 如果自由和爱情二选一的话 我选自由 按说这个逻辑 明朝人理解不了 可编剧不仅让朱战基理解了 还让她觉得 是自己有错在先 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补偿姚子惊 她要自由就给她自由 她想一边当厨子 一边虐自己也甘之无矣 剧情到这儿 前后有三位皇帝撑腰 本剧女主已经全方位开挂 而这部剧最大的弊端 还是男女主演技 真的拉垮 首先来说说男主徐凯 徐凯近段时间演技是成直线下滑 她演的剧是越来越不好看了 而且越来越水 也可能是接太多戏的原因 让徐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磨练自己的演技 去接触自己的角色 这样流水式的拍戏 其实对演员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尤其是在这部剧当中 在出现的前面十几集中 我都有点怀疑 她演的这个角色 是不是有点问题 或者说演的这个角色 是不是脑子不太好 再来说说吴景岩 吴景岩的演技是真的不太行 她的演技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在演技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就是需要老演员给自己递戏 如果遇到一个演技不好 或者演技跟自己差不多的演员 在对戏的过程中 这个弊端就会直接暴露出来 所以导致她在演戏的过程中 非常出戏 双眼无神对白的时候更像是在念台词 远不及女配的台词优秀 而上时也正式糊在了这些点上 几个老戏骨加盟都无力挽救 但上时的辅导画还是很优秀的 随便练出哪件衣服看着都比人高级 导演还怕观众领略不了质感 经常给衣服投冠一些无关剧情的特写 一定要让观众看清楚 裙子上那些绣花都是纯手工的 头冠上的珍珠点萃也都货真价实贵得要死 可贵不等于高级 道具再精致也救不了干瘪的剧情 小二好心提醒制片人们 别再花大钱给表面镀金了 您多点钱让编剧们涨涨工资 好歹先把故事讲好 别把观众都当傻子 大家要真想看看明朝历史 不如去看看大明风华 这部电视剧对历史还是挺还原的 说到底这部上时就是披着历史剧外衣的一部偶像剧 还是典型的余政流水线下生产的次品 余政是有本事拍好电视剧的 《沿袭攻略》并编布是海棠红 都是有口接背的作品 但作品的质量忽上忽下 还是要深思一下自己的原因 狗血虽然有看点爽闻有爆点 但还是要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改变 毕竟一部作品一旦文化输出到国外 也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壓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